我怎麼知道工作簿的工作表被改變 特別是要 這邊有個事件 工作簿的事件在哪裡呢 他就藏在 這個裡面有個叫List Workbook List Workbook打開之後 他就可以找到這個工作簿的事件 預設是Open 不過我們不是Open 是找到一個叫Shit 就是工作簿 被改變 也就是說呢 他工作簿被改變的時候 會傳進來一個Target 這個Target指的是什麼呢 Target指的就是說 我的儲存個位置 那我只要告訴他說 如果儲存個位置是C1或F1有改變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呢 去Call萬年曆跟Call清除 先Call清除 那什麼叫Call 就是因為你的按鈕那個副成是已經寫好的嘛 那你不用再重寫了 你直接用一個什麼呢 用Call的方式 Call就是去呼叫那個副成是 所以寫完之後 我們最後完成的樣子就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改了他 他底下會跟著動 那實際上我做了什麼事情呢 實際上就這個地方 第一個先改成什麼 特別重要就是 先開啟this workbook 這個地方的話 workbook裡面的suit change 對不對 然後他會傳進來一個Target的一個參數 Target的參數呢 如果Target.address 它的位置等於F1.address 就是其實這個部分的叙述 就指的是 如果是F1的意思 所以其實將來各位可以把它當範本 自己去修改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你可以改一下 如果你有下到清單 如果這個下到清單被改變的話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 OK 那比如說F1 或者是C1 這個後面都一樣 然後呢就Call Call這個關鍵字就是 就是去等同事按下按鈕 按下清除按鈕的意思 就是去执行什麼呢 清除的這個副程式 他就會自己去什麼 去Marjo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清除 有清除就執行清除 然後呢 再呼叫什麼呢 萬年曆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完成的畫面 在我的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應該在這裡 就是這個畫面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OK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基本上 呃 今天大概就是說把那個 所以今天其實講了蠻多的 那分量不算太少 那主要就是集中在那個 日期與時間函數上面 那日期與時間函數在Excel裡面怎麼用 我想我們做我們用了一些 比較重要的一些函數 那再來怎麼樣把Excel裡面 日期與時間函數再轉成VBA 所以有兩個Sample 年曆跟算是萬年曆 年曆跟萬年曆 其實這兩個Sample如果你可以把它 就是就是綜合應用的話 你會發現日期與時間函數 其實大概就可以變化出很多的花樣出來啦 那不過就是你看看工作上有沒有一些類似的 一些一些範例 你可以在自己再把它稍微變通一下 那這些都是實際上的實務經驗 所以有些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還可以再去試試看 那完成的畫面也在雲端上面也有 所以這部分我向各位可以再試試看 那 剛剛的完成的那個程式碼也會傳上去 所以各位如果要參考的話可以試試看